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训练的里面呢 我们主要学习关于公共管理事务科学内涵的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管理 那么可以这样说啊 管理活动它是伴随着人类活动的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大家可以从那个原始人啊 或者说是古代人 他们的一些行为 或者说他们生活的一些方式里面都可以找到管理的一些痕迹 那么比如说 那么原始人他们狩猎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狩猎的过程中怎样围捕猎物 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我们现在管理人所说的一种分工 那么虽然说我们说原始人 那么古代人或者说原始人 他们在这个具体的狩猎活动中 他们并没有想到现在我们所说的一种管理的分工 但是他们的具体的这种行为 已经体现了我们所说的现在管理中一种分工的一种雏形 那么正是由于我们所说的一种管理 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一种产生而产生 那么因此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活动 它的由来很久 那么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的一种发展 那么现在到了我们现在的一种现代社会 也就是说 他真正的把管理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 那么特别是人类进入到20世纪以后 那么管理活动他日益的一种频繁 管理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 那么同时管理的手段也是不断的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一些 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管理学 以及各种形式的一种管理 那么其实更多的主要体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现代管理中 那么大家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管理过程中学习的一些理论原则 或者说是一些方法 那么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些 比如说泰罗的这种科学管理理论 以及我们所说的一种法源的一般管理理论 还有我们所说的马克思韦伯的一种官僚组织理论 以及我们后面和大家在其他的一些课程 管理学的课程中可能会学到的 比如说 麦克雷哥的一种X理论Y理论 那么以及我们说的一些相关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学习的一些管理的理论 更多的是借鉴于西方 那因此可能大家就会有一种误解啊 就是认为那么管理活动或者说我们的中国的管理是不是很落后 那么其实呢 从真正的从管理的一种来源或者说从管理的一种内涵来看 我们中国人在这种管理的领域里面的研究和探索是非常早的 还可以说是研究的非常透彻了 但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的古代 封建特别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封建设法里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种大规模的一种作战 那么这里面也会涉及到一种作战的一种指挥领导和协调 那么其实这我们所说的也是现代管理理念 里面一些重要的一种内容 那么还有一种一些观点嘛 就是说有一些说法就是在日本的一些大的企业里面 那么他那些日本的公司 那么要求他的员工必须必够在两本书 那么可能大家也知道 那么一本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 那么另一本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三国演义 那么因为在这些书里面就是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一些管理的理论 一些知识 那么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现代所学习的一些管理 现代管理科学虽然说是主要是学习西方 但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悠久的一种历史文化里面 还蕴含了一些丰富的管理的思想管理的理论 那因此我们无论是在我们公共管理学还是在其他课程呢 就是关于管理学的这种课程的学习中 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 就是说一些现代管理理论那种知识理论和方法 那么同时呢 也要注意发掘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历史文化传统里面 蕴含了一种丰富的一种管理的那种思想管理的一种理念 那么再回过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现代管理的一种科学 那么随着现代管理科学的一种发展 它就成为了一种庞大的一种学科的一种体系 那么除了我们说研究管理 现代管理一般管理规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管理学原理 或者说是管理学的内容之外 还有许多众多研究特定领域的一些特定管理 特定规律的学科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一种经济管理学 还有我们所说的一种社会管理学 军事管理学 还有我们所说的一种行政管理学 公安管理学 还有我们所说的一种教育管理学 那么它都是我们所说的是在这个整个的 这种管理学系统里面的一种特定的某一个特定的领域的一种研究 而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基础学习的一种公共管理学 它也正是居于管理学的一种特定的一种领域 那么说到一种公共管理学 大家可能就会想 那么什么是公共管理学 那么公共管理学 它是研究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原则 特点和方式的一种学科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讲到这种公共管理学 在这种公共管理的过程中 它的管理的一种主体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公共管理的 它一种主体是政府 特别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的现代社会 那么政府作为社会公共部门的一种主体 它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公共管理事务 那么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种改善工作的一种生活质量 保证社会的一种有序运行 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那么这里面都可以看到 在这些管理的过程中 它的主体都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政府 那么随着我们所说的一种现代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一种不断的进步 那么这个时候公共管理的一种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那么同时随着现在我们所说的一种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的一种发展 那么公共管理它的一些理论原则和方式也受到一些新的挑战 那么因此也就是说迫切需要进行一种改革和创新 那么也要来探索一种新的一种公共管理的模式 或者说探索公共管理的新的方式和方法 那么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要求 那么在这方面关于我国就是在新的世界里面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过程中 那么我们国家就是政府在这种公共管理事为的过程中 那么同样也进行不断的一种探索 一个不断的一种摸索 那么形成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公共管理体系 那么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种政府 那么大家同学们可能会说 那么公共管理它的一种课题是什么 那么公共管理的课题 它主要是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特殊规律 它研究的主要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特殊规律和主要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能会是刚才我们说说的 它的公共管理学的课题就是研究社会公共事务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能会去想一想 那么什么是公共事务 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第一节 公共事务科学内涵的一种分析 那么第一个内容就是公共事务的内涵和特性 那么关于公共事务的一种内涵就是关于公共事务 它这种内涵在理论界 学术界 那么并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确切的一种定义 那么这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那么第一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公共事务 它客观上存在的一种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公共事务的范围是多变的 那么公共事务的内容也是重叠的 然后比如说 那么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对公共管理事务的一种外言很难以确定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 由于各国的一种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那么因此他们导致对公共事务的这种认识也难以一致 那么因此对公共事务的理解也必然会存在这样 或者说是那样的一种分歧 那么为了准确的把握我们公共管理学中 就是公共管理学这种课程 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公共事务 那么这个是由于我们刚刚说说的 对公共事务的这种内涵的一种确切的定义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种分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借鉴于经济学中 对公共物品的一种研究 就是对公共物品和对私人物品的一种研究来界定 或者说来理解公共事务内涵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那么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它是一个相对的或者说是一种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那么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分 那么有时候是说 与来自纯粹的私有物品的效益不同 来自公共物品的效益牵扯到 对一个人以上的不可分割的外部消费效果 那么相比之下 如果一种物品能够加以分割 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人 而且对其他人没有产生外部效果的话 那么这种物品就是私有物品 那么公共物品常常要求集体行动 而私有物品它就可以通过市场被有效率的提供出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经济学里面 关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一种划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能会了解的 注意到我们这里面所说的一种消费的外部效应 消费的外部效应 那么在这里面也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学里面 所介绍的或者说所阐述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消费过程中的我们所说的一种外部效应 它有一种外部就是人们在这种生产 或者说消费的过程中 对外部的一种对其他人的 或者对一些其他关联方的一些影响 那么有可能是有益的影响 也可能是一种不利的影响 那么在经济学里面 我们把对这种有利的影响 我们称为一种外部经济 那么把不利的影响就被称为外部不经济 那么这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比如说什么是一种外部不经济呢 那么比如说在一条河流的上游 那么这种钢铁生产企业 那么他们如果把这自己 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这种废水 就是说工业垃圾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一种工业废水 那么没有经过处理 直接就注入或者说流入河流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势必会被下游的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些 养鱼液 那么这个时候上游的这种工业在这钢铁 钢铁厂在生产过程中 它所造成的那种废水 没有经过处理 直接流入的注入河流 那么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流入到下游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下游的一种养鱼液造成影响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 这种影响 当然说我们说对养鱼液来说是一种不利的 是一种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就被我们在经济学内被称为外部不经济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如果上游钢铁生产产企业生产的越多 那么产生的 在伴随着产生大量钢铁同时 那么我们说它的这种废水也产生的越多 那么这个时候它注入河流的这种废水越多 那么对下游养鱼液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 外部的一种效应 或者说在生产中的一种外部不经济 那么什么是一种外部经济呢 那么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某一个大片的一种林园 那是花园 那么这种养花人 那么它在养花的过程中 那么比如说就是说鲜花省开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可能就是我们说旁边还有一些养蜂人 那么这个时候 花开的越多 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对那种养蜂人的影响 那么就越大 那么这种影响的当然是我们说是一种有利的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说 种花人在这养花的过程中对养蜂人的这种外部的一种效应 那么当然说对养蜂人来说是有利的 那么这种效应被我们称为外部经济 那么同时我们说的那种消费的 我们刚才举的就是主要是一些主要是一些我们说的一种生产或者消费过程中的一种外部效应 那么当然我们说说那种在这种消费的过程中也存在这种外部效应问题 那么比如说在一个比较密闭的或者说封闭的一种车厢啊 或者说是我们说房间里 那么有人抽烟 那么这个时候对不抽烟的人来说 那么这也造成一种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对不抽烟的人来说 当然我们说是一种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抽烟人在消费或者说在享受自己抽烟的过程中 那么势必会对旁边的周围的人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也被称为我们所说的一种外部的一种不经济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对经济学里面对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一种比较 那么从这个定义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什么是一种公共物品 那么公共物品它指的就是一种物品和劳务的利益 由社会成员共同享有 而不能为一个人所单独享有 那么从我们刚才给出的一种经济学里面所说给出的一种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区分 以及公共物品的定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实际状态的角度来分析啊 公共物品它有两个主要的特征 那么一个就是共同消费 那么第二个特征就是一种非排他性 那么所谓的这种共同消费 它指的就是一种从物品使用的一种特点上来看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消费一定物品的同时 那么其他人也可以消费等量的同类物品 那么这个怎么说呢 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么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种我们国家的一种国防 那么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 那么其中我们说说的这种每一个个体 就是13亿人里面人的每一个个体 就是每一个人 那么比如说假 那么他在享受我们国家国防所提供的这种安全保障的同时 那么另外的一些居民 那么比如说公民乙 那么中国公民乙 那么他也可以等量的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所带给他的一种保护 那名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人消费 某一个物品的同时 那么其他的人也可以消费等量的物品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物品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共同消费 那么体现在就是说一个人消费 那么另一个人也可以等量的消费 同类的产品 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就是从物品的一种所有关系上来看 那么也就是说 某一物品不仅供其占有者来消费 那么同时也无法排斥占有者以外的人来消费 那么还是以我们刚才所举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国防为例的话 那么中国公民某甲 他在享受我们国家所提供给他的一种国防保障的同时 那么他并不能够排斥 或者说是一种排除阻止中国公民某乙 对我国国防的一种消费 或者说不能够剥夺公民乙 那么中国公民某国防提供给国民乙的一种保障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公共物品 这种消费上的一种非排他性 那么把公共物是否具有 把物品是否具有一种共同消费的特征 和是否具有排他性的特征结合起来 就可以得到一种不同的系统组合 那么从这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出 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 首先看一下这种第二种组合 那么也就是说他具有这种共同消费的一种特性 那么同时不具有排他性 那么也就是说他具有共同消费和非排他性的特点 那么这一类组合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 那么与此相对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第三类 那么第三类他不具有共同消费的特点 那么同时他具有消费上的一种排他性 那么第三类物品第三第三类组合的一种物品 被我们称为一种典型的这种私人物品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组合里面的第一类 那么也就是说他具有共同消费的特点 但是呢他具有这种消费上的一种排他性 那么第四类组合他不具有消费上的一种排他性 但是他同时也不具有消费的一种共同消费 那么这两类物品在我们的管理学里面 就是在公共管理里面 他经常就是介于这种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 那么也就是说他介于这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和典型的私人物品之间 那么其实呢 如果这两类组合中如果他们更倾向于公共物品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一种转公共物品 那么我们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种大量的一些公共物品 那么因此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所说的一种公共物品 它的范围包括转公共物品 那么也就是说公共物品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 那么同时它还包括转公共物品 那么在这里面说要给大家注意强调的两点 注意强调要有两点 第一点内容就是说 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它的这种理论那种划分 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么在这里面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公共物品就是在以公有制社会为公有制社会里面 那么私人物品就是在私有制社会里面 那么他们没有就是说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么这也正向我们国家的所说 那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它和社会制度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看来就是说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也可以有市场经济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或者说私有制社会里面 它也存在着这种计划经济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公共管理里面就是关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里面 也就是说无论是公有制社会还是私有制社会 那么他们都存在着公共物品 那么同时也都存在着这种私人物品 那么第二点 也就是说不同社会中公共物品的范围 它们存在着客观的一种差别 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那么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划分 它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一种联系 但是呢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范围 或者说他们一种划分 它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面还是存在着客观的一种差异 那么这种差异不仅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制约 那么同时也受社会制度的影响 那么我们说这种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虽然说刚才我们说第一点 它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一种联系 那么但是我们第二点 我们也要承认它也要受社会制度的影响 那么比如说在我们国家里 比如说那些森林土地矿产资源 它一般的来说都属于 它就具有一种较长的一种公共性 那么它都成为一种公共物品 那么同时呢 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一些森林土地或者说一种矿产资源 那么在私有制国家里面 它也可能成为一种私人物品 那么它的公共性并不确定 而民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划分 它和它不仅和我们所说的一种社会发展进度 或者说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制约 那么同时它也和社会制度有着一定的联系 那么公共物品它们不仅表现为我们刚才所讲的 不仅表现为都所体现的是一种物质形式 那么同时它也可以是一种服务形式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 引申出关于公共事务的一种内涵 那么关于什么是公共事务 那么公共事务它指的就是涉及全体社会工作 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 那么以及这些活动的一种实际结果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 就是从公共事务的内涵里面 它的这个内涵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比较宽的 或者说是比较宽泛的 那么它反映了公共事务的一些基本的一种特征 那么其实在我们社会里边 也存在着可以说是大量的公共事务 那么比如说一个公民 他从出生到他的死亡 那么这个时候 他在这个整个的重情一生的过程中 他都和公共事务里面有着这样 或者说是那样的一种联系 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公民出生以后 那么他小孩 他长到一定的年龄 他需要上学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虽然说 现在里面也有各种形式的一种私立学校 那么但是呢 更多的人选择的还是什么 公立学校 也就是说人们长大以后要求学 那么必然会进入各种城市的一种公立学校 那么这种公立学校 那么其实也是我们所持的一种公共事务 它包含的一种范围 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说 人在这种一生过程中啊 这种疾病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我们说是追求健康 但是每个人这种生病 而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生病的过程中 他必然也会求助于各种公立的一种医院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就是说整个社会里面存在这种大量的公共事务 那么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他都和社会的公共事务有着这样 或者说那样的一种联系 或者是一种观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于公共事务的一些特征 那么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公共事务的一个公义性 公共事务的一种公义性 它指的就是公共事务 它的一个受益的对象 是社会的全体公众 那么虽然我们说社会的公众 它的具体的范围可大可小 但是当然是作为公共事务 它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中的全体公众都可以享受这种利益 那么这样来说就是一方面公共事务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应该有全体公众来享受 那么另一方面公共事务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要想发展 那么公共事务或者说是一种公共物品和服务 那么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那名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公共事务的一种公义性 那么它反映的就是社会整体的一种公共利益 那么公共事务的特征的第二点就是它的一种非盈利性 那么公共事务的一种公义性 它就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 公民或者说是社会公众在享受公共事务的过程 享受公共事务的一种物品和服务的这种过程中 或者说在时候它是不需要付费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是免费的 那么但是有时候它们为了弥补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那种经费的一种不足 或者说是为了平衡在享受公共事务的一种物品和服务方面 存在着实际的一种差异 也会存在着收费的办法 但是这种收费 大家注意一点 它并不是以一种我们所说的一般以盈利性组织或者是盈利性企业 它们是以盈利为目的 而我们所说的一种公共对公共事务 享受公共事务的这种服务或者说物品的一种收费 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以盈利为目的 那么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规模性 公共事务的一种规模性 它主要有两层含义 那么第一就是说公共事务对于社会整体而言 它是一种不可分割的 那么这既有我们所说的一种技术上的因素 那么它更强调共同那种 更强调一个共同的一种特性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公共事务的一种范围 十分的一种庞大 那么建立一个公共事务的一种体系 需要投入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那么因此大部分的 它就属于一种经常性的支出 那么同时公共事务 它的内容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 才能体现出应有的效益 那么比如说我们还以我们刚才说 讲的这种国防卫力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国家提供的国防 它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 那么比如说我们只在中国境内的某一 比如说我们说的一种边防 那么只在我们国家的某一段境内 进行一种国防的一种防卫 或者说一种保护 那么这个时候它对其他地方 那么或者说是没有 对其他地方 并且并不设防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对 它就没有形成 就是说公共事务 它就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那么这个时候工民 如果想要享受这种公共 公共事务的一种物品 或者说服务的时候 那么就会大打折扣 甚至来说是根本享受不到公共事务 就是说享受不到公共事务 那么因此从既然我们所说的一种公共事务 它具有一种规模性的一种特点 那么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么公共事务它的一种规模性就具有较强的一种投资能力 较强的一种投资能力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可以理解 我们后面会介绍就是关于公共事务 为什么会更多的由政府或者说是由国家政府来进行投资 那么这也就是说公共事务 它的投资量需要非常的多 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时候个人甚至说是一种企业 那么他就以自己的能力 他就不能单独的进行投资 或者说个人或企业不愿意进行投资 那么这个时候公共受到这种投资 那么也只能由我们说的一种政府 他来承担 那么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说的公共事务的一种阶级性 那么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人类社会相当长的时期 处在一种阶级社会中 那么包括我们所说的一种国家 那么国家也就是我们说什么是国家 那么他也就是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这种产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说只要我们说说有国家的一种存在 那么有阶级的一种存在 那么国家必然会存在 那么同时由于我们说存在着这种阶级性 那么因此对社会统治阶级或者说政府 那么对社会的一种管理 它不可避免的也会反映出统治阶级的一种利益的一种要求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公共事务的一种具体内容 它的也要求必须要满足统治阶级的一种需要 那么从社会的一种事务就是说政府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过程中 可以大体上把社会的一种公共事务分为两大类 那么一类就是说历史长期发展那种客观的一种要求 那么这也说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要求 或者说社会发展规律所导致的 那么这一类的 另一类的就是反映特定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殊的要求 那么当然我们所说的 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区分 它也并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 那么它的变动往往又取决于统治阶级 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认识和判断 那么从我们刚才对公共事务的四个特点的一种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公共事务的上述四个特性 那么它就要求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么在人类社会的这种权威性 它主要就体现了为公共权力中心这一点上 那么在现代社会公共权力中心 它主要就是政府 那么也就是说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中心 它就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 那么从而就具备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权威性 那么于是来说 就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就成为政府的一种重要的技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就是政府是如何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 那么成为管理主体的 那么从马克思和恩德斯从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 那么就提出国家是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行使社会公共权力的智能联系在一起的事情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主要教权里面介绍了三本书 就是第一本就是恩德斯的反度领论 那么他认为就是国家萌芽于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需要 那么同时就是恩德斯在论住宅问题中 他就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需要的角度 论述了国家的一种起源 那么恩德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时中 那么就进一步写到国家是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 相脱离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 那么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和恩德斯 他们关于国家起源那种论述里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就是马克思和恩德斯 那么他其实就概括了国家起源的两种主要的 或者说两种典型的类型 那么第一种他就是与阶级矛盾 阶级斗争的联系作为密切作为直接 那么也可以这样说 那么第一种形式就是说 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那么这里面主要体现出的是国家产生的一种阶级性 那么这类型的国家 比如说古希腊的雅典国家和罗马国家 那么他们产生都属于这一类型 那么第二类型 第二种类型就是与社会分工和生产管理直接相关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类型的国家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之间 矛盾的那种产物 那么它更多的体现出国家起源的一种社会性 那么这一类型国家 起源类型的国家里面主要是体现的为东方的古国 那么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古埃及 古巴比伦 印度和中国都属于此类 那么当然我们这一种划分 并不是说第二类型国家划分就是没有阶级的不存在阶级因素 那么只是说这一第二种类型国家的一种起源和第一类国家的一种起源来说 它的阶级性因素并不像第一类国家体现的这么明显 这么典型 那么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国家起源那种阶级性和社会性 那么它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明问题 或者说都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导致的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 那么这就是说经济是基础 经济是基础 那么根据历史文物主义的一种观点 就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引起两个方面的结果 那么一方面就是说它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说它以规模更大的社会生产 为自己创造规模更大的生产管理组织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提到我们所说的一种 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阶级性和社会性 那么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原因所引起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下 国家是如何逐渐成为社会公共权利逐起的这个过程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关于这种庄严经济 那么庄严经济也就是说农历社会它主要是一种庄严经济 那么国王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最大的农历主 那么国王就通过分封制对整个国家进行统治 那么每个农历主既是实际的统治者 那么同时又是庄严的一种经营者 那么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一切公共事物就成为奴隶主中文内部的一种事物 那么说在这种奴隶社会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种中朝 我们所说的一种分封制 那么因为说奴隶主或者说是一种国王 那么他就把自己在辖区内的管辖内的一种全国那种范围进行一种划分 那么分封给大臣分封给自己的一些亲属 那么每一个受分封的一些诸侯或者说什么种王侯 那么他既是这一个自己所管辖这个地方的这种实际的一种统治者 那么同时也是这个整个庄严的一种经营者 那么当然我们说了国王是这种最大的农历主 也是整个庄严 国家这整个庄严的一种最大的一种实际的一种经营者 那么因此在农历社会中 统治社会一种国事 与我们所说庄严内部管理一种家事 他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同时也说他也是没有办法来进行分割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在奴隶社会的一种庄严经济里面 奴隶主既是地方的行政长官 那么又是奴隶的所有者 那么虽然这个时候就是在奴隶社会出现了一些社会统治机构的某些资论 但是在家事与国事不能够分开的一个情况下 就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公共权利 那么在这个时候国家从我们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 他仍然处在一种形成的阶段 那么随着我们所说的一种农历社会的一种瓦解 生产单元就是从庄园进一步缩小到的家庭 那么大家可以对家庭也有这样的了解 因为家庭就是什么 数量众多 那么并且分工夫完善 那么也就是说在家庭的生活的过程中 很多方面不得不求助于社会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许多共同利益 那么这就从客观上就需要有公共权力机构来进行管理 那么这些都属于众多居民共同 那么这些属于众多居民共同事 共同利益的一种事物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公共事物 那么公共事物一旦由国家来进行管理的话 那么就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所说的我们所说的一种国事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面 那么封建王朝的一种家世 与社会共同利益的国事 有了一定的分离 虽然说这种分离 这种界限是比较模糊的 那么从整体上来看 公共事物它表现的内容也比较少 范围也比较小 形式也比较简单 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 国家已经基本形成 政府的概念也已经出现了 那么随着我们所说的一种 从庄严经济去处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生产的一种提高 特别是我们所说的一种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和功能的日益完善 那么公共事物的内容 也有了急剧的一种膨胀 范围也迅速的增大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仅对 公共事物 实行有效管理变得十分的迫切 那么同时对管理组织和管理的方式 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政府职能的一种分解 也就更加的清晰 那么一方面 政治统治智能和公共事物的管理智能 分离的那种状态越来越稳固 那么也就是说 政治统治智能和对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智能 相分离了 并且这种分离也 他们这种分离状态也越来越稳固 那么另一种方面 就是将公共事物按照不同的受益范围 分为地方事物和中央事物 那么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具有独立意义上的一种地方政府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一种多级政府的格局 那么正在到这个角度上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那么现代政府也最终成型 那么由此可见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与社会公共事物管理的一种需要密切相关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演标过程中 国家就取得了社会事物管理主体的地位 那么刚才我们在介绍国家在取得了在社会公共事物管理主体的地位里面 我们介绍了一个什么公共权利的概念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内容 我们对公共权利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那么在公共管理里面 权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么同时从人类生活的角度来看 权利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 每个社会成员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都具有一定的权利 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权利和我们的评则所说人所具有的一种权利不是一样的 我们说这是个利是一种利益的利 那么当这种权利具有影响他人行为的力量是好就成为一种权利 那么正后面的这种权利这个利就是成为一种力量的利 那么具体而言 那么什么是一种权利呢 权利它指的就是一种影响和支配他人行为的一种强制性力量 那么或者说是局部的或整体的使事物发生符合自己意愿的变化的一种能力 那么实际上每一种社会行为都是一种权利行为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介绍这种权利的时候 那么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影响和支配他人行为的一种强制性力量 那么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区分就是关于权利和影响力 那么他们那种区别 那么因为在实际的这种生活或者说是一种工作中大家可能也会看到 那么有的人他身居高位或者说在组织里面他处于一定的组织高层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具有一定的指挥或者说是影响支配他人那种力量 那么但是有的人他并没有在组织中担任某一个职务 他只是组织中普通的一员 但是他的一些言行对组织中其他成员也具有这种影响力 甚至说我们所说的一种支配力 那么这时候大家可能要问 那么他是不是也所欲对别的那种影响是不是也是一种权利了 那么从我们管理学的一种角度上来看 那么我们后面所说的这种类型 那么他主要是指的各个那种影响力 那么从权利的角度上来看 权利他主要是在处于一定的组织里面 组织所赋予的这种强制性的力量 而我们所说的一种影响力就是由于个人的一些学识 或者说人格的一种魅力对他的那种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服从者或者说尊从者 那么对这种影响力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心悦成父 心服口服的一种服从 而对我们所说的组织中的一些权利 那么有可能那么下级听从上级的某一个安排 虽然说表面上服从 但是内心还有可能不服从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种口服心不服的一种现象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权利和影响力 他们两者之间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那么也就是说权利对于那种影响 那么下手他有可能是一种 那么表面上那种服从 但是内心他并没有真正的服从 也就是我们就是说 管理过程中他出现了一种口服心不服的一种现象 而管理者对管理者或者说对下手他施加的这种影响力 那么或者说组织中某一个人对其他人的这种影响力 那么他被影响的如果愿意服从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一种心悦诚服 也就是说是一种心服口服的一种现象 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大家在现实的生活中看 那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追星族们 他们对自己崇拜的偶像的这种盲从或者说是对他的一种崇拜 那么比如说某一个你所崇拜的某一个偶像来到了你所居住的城市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为了等候见上这个偶像一面 或者说为了得到这个偶像的签名 你可能彻夜不眠一直守候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大厅里 这个宾馆的大厅里面耐心的等待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影心 或者说你说崇拜的一种偶像对你的这种影响力 他体现了他对你的影响力 那么从这个从我们管理学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影心他并没有让你在这个地方等候他的一种权力 那么他对你的一种你之所以愿意在这等 就是因为歌星或者说你说崇拜的偶像 对你的这种影响力 那么因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老师 或者说家长为了你的提高了你的学习成绩 那么特别我们提高了老师吧 那么他又要求你努力刻苦学习 那么可能你会在老师那种要求下 那么比较努力啊比较刻苦的一种学习 那么但是这种努力刻苦学习 有可能我们刚才说了也是一种内心 发生内心的一种服从 那么也有可能是一种表面的服从 那么虽然你现在让我在这学习 那么我坐在教室里 但是我是什么 身在朝银心在汉 我是服从的 你必须要求我在这教室来听课 那么我到最后来到了教室 但是我具体的听的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么也就是说老师让你听课的这种权力 表现在你身上 你可能表现过一种服从 也可能表现过一种不服从 那么从整个社会的权力体系来看 就是我们一般而言 整个社会的一种权力体系 它就分为一种人身权力 财产权力和公共权力 那么什么是一种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 它主要是用于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权力 那么也就是说公共事务 它是由社会的一种共同的需要来产生 那么它的基本目的就是在于维持调整 或者说是发展整个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的一种次序 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公共权力的一种来源来看 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那么第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公共权力是社会中的 生活中的一种强者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并规范 那么因此 作为公共权力来源的一种法律是强权的一种合法性 那么也就是说公共权力的来源 那么第一个来源就是一种强制性 那么你一种社会生活中的强者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并加入规范 那么就是要求社会中的一种其他人来追审 或者说来服从自己的一种强制地位 那么这是体现我们所说的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来源的一种强制性 那么它的第二个来源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公共性 那么也就是说公共权力是人们相互平等的签订契约 来达成联合意志的这种结果 那因此他就认为公共权力并不是某些强者的意思 而是社会公众的公义 那么这是从什么角度才能生亡 也就是说公共权力 它并不是说是强者 把自己的意志通过法律的形式强加给整个社会 而是说由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公民 或者说绝大说的一种公众 那么通过签订契约的形式 就是说相互让出自己的某些权力 那么相互签订契约达成一种联合意志 那么把自己的这种联合的意志上升为我们所说的国家的一种公共权力 那么关于这种公共权力的一种来源那种强制性和公共性 就是特别是我们所说的一种从第一种观点来说这种强制性 那么他们认为就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 四族部落首领以及其贵族阶级已强权破坏了原来四族部落原有的这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习俗规范 那么建立于四族部落一般社会成员相对立的公共管理机构 那么与此同时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公共机构的建立形成 他不管公共权力是否符合四族部落大部分成员的意志 也不管公共权力的形成和公共机构的建立 是否军过四族部落大部分成员同意的这一套程序 也说只要强者同意 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强者就可以通过 通过这种法律的形式 他自己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种利益 而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并加以规范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公共权力来源的一种强制性 那么另一种来源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权力来源的一种公共性 那么作为社会的公共按照一般的一种逻辑的思维 就是说公共权力是社会权权体社会成为了共同意志的一种集中体现 那么因此他就对全体社会成为具有一种普遍的一种约束力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说从历史的发展那种证据上面来看 那么上面也发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公共权力是由氏族部落全体或者说大部分成员以契约形式来形成 而是并且以契约程序一致或者说多数的同意受于公共疾风 那么与此相反就是历史上 大量存在的是这种氏族部落的首领或者说是贵族阶级 通过墙里取得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权力的这种事实 那么也就是说从公共权力的来源 更多的证据体现出它的一种强制性 更多的体现出它的一种强制性 好 这一种强制性 太热了 谢谢大家